大陆送给芬兰的外交礼物 猫熊Lumi 每年生日猫熊馆总是聚集大批游客 动物园还会送上礼物给Lumi Lumi 新宝宝 78日子 2.81台币建造猫熊馆 每年养育费用5000多万台币 2018年饲养猫熊后 芬兰一年比一年后悔 今年透露好想把猫熊送回大陆 同样情况也发生在美国 旅居美国20年的大猫熊鸭鸭身形销售 今年4月回到大陆 在美国打工的猫熊住在4家动物园 4年花费就要10.7亿元 现在剩下亚特兰大4只猫熊 明年送回英国爱丁堡的一对大猫熊 年底回大陆 澳洲也准备要让猫熊展开返家之路 猫熊照理应该各国当城堡 呵护邀请都来不及 现在却成了各国头痛动物 原因就在于太花钱 光是猪戒猫熊租赁费就要100万美金 约台币3200多万 猪戒期间死亡得赔50万到100万美金 如果小猫熊出生还得支付额外费用 而且小猫熊长大到2到4岁 必须送回大陆 因为是大陆的财产 算一算这个猫熊外交不划算 各国损失3亿美元约97亿台币 大陆则是收益2.8亿美元约90.9亿台币 1972年起猫熊是中美关系象征之一 尼克森总统拜访大陆 周恩来制政一对猫熊给第一夫人 猫熊代表友好 但各国无法附和高养育成本 猫熊便赔钱货 猫熊外交未来恐怕越来越少 也越来越不管用 东神新闻志宏报道